欢迎收看小高 中国女排名将朱婷 将于下周初出发 前往科内利亚诺俱乐部 与科内利亚诺开始训练 而科内利亚诺联赛第一场比赛 10月6日开打 所以朱婷大概率应该第一场赶不上了 终于有了朱婷的消息 这几天她一直在中国 根据社交媒体动态 她先是带外甥女们去了迪士尼乐园 后来又去了北师大开讲座 然后回了河南 和朋友们一起去骑行 大家都很关心她啥时候回意大利 这部消息就来朱婷通过社交平台 发布了一组新照片 并写到大河南的小骑手 照片中 朱婷身着运动装 头戴安全帽 骑着自行车 穿梭在美丽的风景中 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球迷则是纷纷评论 蓝天配白云 香车配美人 12月视剧杯剑 新赛季 朱婷从老东家斯坎迪奇女排 转头到了一甲霸主科内利亚诺怀抱 这也意味着她将面临两项新挑战 第一项挑战就是争取拿到主力位置 众所周知 一甲联赛和吐超 排超一样 对外援上场名额都有着严格的限制 姚迪上次加盟斯坎迪奇 就是因为此问题沦为了替补 本赛季 科内利亚诺的主攻线非常的豪华 且全部由外援组成 分别是中国的朱婷 巴西的加比 波兰的卢卡西克 和美国的拉尼尔 就名气而言 大家最希望的组合就是朱婷和加比 但直到现在 朱婷还未前往一甲报道 这也给她是否能够拿到主力位置蒙上了阴影 长时间不和队伍进行合练 势必会影响朱婷的水平 和与队员之间的默契度 在已经结束的超级杯中 科内利亚诺拿到了冠军 遗憾的是朱婷因为未抵达 所以无法和队员们一起站上 最高领奖台略显遗憾 朱婷何时前往一甲报道 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或许和上赛季一样 朱婷要等到联赛开始前夕才加入 通过以赛带练的方式逐渐融入队伍 一开始从替补打球 然后变成主力 第二项挑战是双线作战 朱婷本赛季将再度开启双线作战模式 这里所说的双线作战 不是既打联赛又打欧冠 而是既帮助科内征战联赛 欧冠和试举杯 也要反补和男女排出战全运会预赛 朱婷之前就已经确定 会代表河南出战全运会 也就是说朱婷在一甲效力期间 将回国参加全运会预赛 虽然现在全运会预赛的时间还没有出炉 但按照时间推算 应该是24至25赛季联赛结束后 到世界女排联赛开始前 也就是差不多4月 此时正值欧冠一甲的关键期 朱婷却只能回国帮助河南女排 拿到全运会决赛门票 另外12月朱婷还将回国参加试举杯 这一赛季 朱婷真是国外国内两头跑啊 这这一赛季 ailleurs 还勝好 这一赛季